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隆虎 今日新闻内容丰富多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集会上 猛烈抨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称他为疯子,并批评他的经济政策 特朗普指责哈里斯未能降低食品和住房成本,并进行了一系列个人攻击 尽管他的盟友建议他专注于政策问题,但特朗普坚持他有权批评哈里斯 这场集会标志着特朗普试图在他202,0年紧败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重新获得支持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东南部,一家工厂被大火摧毁 目击者报告听到多次爆炸声 这场火灾在两小时内才被控制住 其中一次爆炸造成了建筑的重大结构损坏,并使火势蔓延到乡林的工厂 幸运的是,没有人在这次事件中受伤 当局正在调查火灾的原因 最后,日本防卫省宣布计划建立一个研究中心专注于开发先进的军事硬件,以增强国防能力 这些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和能在黑暗中导航的人工智能无人机 这一举措是因为日本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安全威胁日益担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猛烈抨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指责他在拜登政府期间的高通胀问题上负有责任 特朗普在威尔克斯巴黎举行的集会上发表了超过90分钟的演讲 期间不仅自夸比哈里斯更英俊 还对哈里斯进行人身攻击,称他的笑声像疯子 尽管一些共和党盟友建议他专注于经济和移民等选民关心的问题 但特朗普坚持认为这些攻击有助于提升他的竞选活动 哈里斯在本周早些时候公布了一项经济计划 旨在通过新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来缓解通胀压力 特朗普则批评他的计划是共产主义的 哈里斯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竞选活动 并计划在皮兹堡开始巴士巡回演讲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 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进行了人身攻击 称自己比哈里斯更好看 并模仿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言行 特朗普在演讲中频繁偏离主题 转而使用熟悉的攻击和侮辱手段 哈里斯的竞选发言人约瑟夫·科斯特洛回应称 特朗普的演讲充满谎言、侮辱和困惑的咆哮 因为他无法推销自己的议程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则试图将他描绘成一个团结选民 保护自由和推动美国前进的候选人 特朗普在演讲中还提到 如果哈里斯当选 宾夕法尼亚州将面临经济崩溃 因为他过去曾反对该州常用的油气开采技术 随利压列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试图软化他对这一技术的立场 尽管他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曾表示支持禁令 悉尼先驱承包 在芝加哥 卡马拉·哈里斯获得了前所未有政治支持 包括三位前总统 乔·拜登 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 以及希拉里·克林顿 哈里斯在全国民调中领先于特朗普 并在几乎所有关键摇摆州 与特朗普不相上下 哈里斯需要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大会上 阐明他的国家愿景 结束特朗普时代的分裂和抱负 并捍卫美国的民主和公民权利 他还需要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展示出强大的辩论技巧 证明特朗普不适合再度担任总统 经济问题仍然是选举的关键 哈里斯需要联邦储备在九月会议上降低利率 以缓解选民的生活成本压力 然而中东局势的稳定 和选民对经济和移民问题的关注 仍是他面临的重大挑战 特朗普的支持者基础依旧强大 哈里斯需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Yahoo US 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的一次集会上 频频抨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民主党 试图削弱哈里斯作为候选人的合法性 他无凭无拒地声称 即将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是被操纵的 因为拜登没有出现在选票上 特朗普还批评媒体偏探总统 并质疑哈里斯的经济计划 称其为危险的和共产主义的 尽管哈里斯的计划 包括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高达2000美元的首付援助 禁止食品、价格欺诈等 但特朗普认为这些措施会加剧通货膨胀 他还表示 他将通过关税和行政命令来降低价格 但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墨尔本东南部的一家工厂 在周日凌晨发生火灾 并引发多次爆炸 一名路过的司机发现火情 随后其他目击者在凌晨1点左右 拨打了紧急电话 消防救援维多利亚指挥官特拉威斯·哈里斯表示 火灾导致了重大结构损坏 并蔓延到乡邻的工厂 尽管没有人受伤 但工厂已被完全摧毁 警方已设立犯罪现场进行调查 同时 墨尔本西北部的一个家庭 在凌晨12点30分左右 因火灾被送医治疗 火灾似乎是由加热器引发的 Yahoo US 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宣布 计划打击企业价格欺诈后 特朗普迅速指责他提出的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 虽然哈里斯的计划细节尚不明确 但他指出一些企业利用市场条件提高价格 从而增加利润 哈里斯特别提到了牛肉和制药行业 这些行业也受到了共和党人的关注 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和其他共和党人 曾推动立法限制药品福利管理者操作 并打击牛肉行业的反竞争行为 格拉斯利批评了制药公司的价格欺诈行为 而哈里斯也表示 要降低胰岛素和处方药的价格 共和党人也对超市行业的竞争缺乏表示担忧 阿拉斯加州的两位参议员 呼吁严格审查克罗格和阿尔伯森超市合并案 认为这会影响食品安全和价格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首场市民会议上承诺 将加强对经济困难居民的支持 这次会议在大浦的一所学校举行 约有100名居民参加 会议是李家超自2022年上任以来 第三次市政报告前的公共咨询活动之一 多数发言者呼吁政府提升本地经济 加强旅游业及改善市民生活 李家超指出 由与美国总统选举 利率上升及区域紧张局势等外部不确定性 许多行业对进行大规模投资持谨慎态度 他强调政府将考虑市民的意见 努力帮助大家度过困难时期 并相信随着全球经济向东南亚等市场转移 情况会有所改善 南华早报报道 日本计划建立一个专注于先进军事硬件的研究中心 以应对人力短缺和日益加剧的区域紧张局势 这个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开发高超音速导弹 和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 并探索利用电磁波探测潜艇的系统 该中心将于10月开始运作 隶属于防卫省的采购、技术和后勤局 随Jaw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 日本越来越担忧中国、俄罗斯和雍和的北韩 所构成的安全威胁 东京大学的科学技术政策教授林沐依指出 日本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 并与盟国合作分担开发先进军事系统的财务负担 防卫省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在军事应用中的应用 但强调不会开发完全自主的知名武器 BBC报道 米尼苏达州州长提姆·沃尔兹的爱尔兰血统引发了热议 美国加普学家梅根·斯莫伦·雅克认为 他的祖先来自韦克斯福德郡的福恩斯 但当地加普学家则认为可能来自基尔默尔 沃尔兹的曾祖母名叫劳拉·艾伦·沙利文 这个姓氏表明他具有爱尔兰血统 无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 韦克斯福德郡的费安娜·菲尔参议员马尔科姆·伯恩 希望能与沃尔兹建立联系 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政坛中有着深厚的历史 约翰·F.肯尼迪的家族就来自韦克斯福德郡的 邓甘斯敦 随着沃尔兹在选举中的表现 当地人对他的前景充满期待 并希望这能加强爱尔兰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教育和文化联系 Yahoo US 报道 纲人队似乎计划今年在进攻后场中用纳吉·哈里斯和杰伦·沃伦 然而沃伦在周六晚上的季前赛第二节 因腿筋受伤离场 目前怀疑他能否重返赛场 显然他当晚是无法再上场了 问题在于他将缺席多长时间 腿筋需要休息 否则会反复拉伤 对于沃伦来说 缺席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肌肉受伤的程度 沃伦在2022年未被选中 但在2023年他冲了7派84码 平均每次持球推进5.3码 他在拿到球后 似乎比哈里斯更有爆发力和加速度 而哈里斯则擅长每次持球 都拼尽全力推进每一寸草地 在沃伦之后 科达雷尔帕特森是深度图上的下一个人选 尚不清楚沃伦的代表机会是否会交给帕特森 还是刚人队 会使用多个跑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道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Year music by We're all in the world of everything U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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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E attractions U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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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